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本的頻道 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股票投資判斷方法以及存股標的 希望大家可以藉此獲得一些理財知識 早日邁向財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最近詐騙猖獗 三本來了不下廣告 也沒有耐權或者助理 如果要你加耐 或者私底下提供三本YouTube會員頻道之分析文都是詐騙 私底下收取分析文也會有法律智慧權問題 請各位股民小心 今天的影片介紹買入高股息ETF00915、00919多少年可以回本 以及投資報酬率如何 影片會著重於介紹這兩檔ETF 同時也帶大家比較這兩檔的合理價位 喜歡三本的分析 也請別忘了按讚 訂閱三本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慢慢建立自己的存股名單 也可以追蹤三本的IG以及FB 三本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2023到2024年可以說是ETF的元年 各式的ETF蓬勃發展 尤其是高股息ETF 動輒6到10%的殖利率 搭配即配 月配 深得投資人喜愛 規模成長非常快速 00915凱基優選高股息今年第二次配出股息0.72元 表現非常優秀 另外00919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今年第二次配出股息0.7元 規模也是成長飛快 兩檔都是近期以來非常紅的ETF 那我們繼續往下分析 首先我們看到兩檔ETF投資評比 股價是以6月26日為基準 00915的資產規模為170.6億元 目前評估起來 成長空間還相當大 另外00919的資產規模成長非常快 2022年10月上市以來 至今已突破2000億元 來到2213億元 目前00915的成本價為27400元左右 相比於00919 25750元來得高一些 除此之外00915成分股為30檔 每年調整成分股兩次 而00919成分股也是30檔 每年調整成分股兩次 依據00919的選股邏輯 選到的是半導體以及航運股 而00915的成分股產業比例為 半導體以及電子股 兩檔的ETF的產業不太一樣 不過這是依據ETF的選股邏輯 所挑選出來的標的 弱於股民較為重要的是 能不能穩定配出股息 並且填息 在配息頻率上00915 00919皆為即配 在內扣費用方面 ETF需要管理費等相關儲置費 所以會需要內扣費 費用會從本金直接扣取 00915內扣費用約0.35% 00919內扣費用約0.45% 分析完初步的特質後 股民最關心的就是兩檔 ETF的投資標的報酬率為何 以00915目前即配0.72元 在27.4元內的價格購入 值利率都能有10.5%以上 在26.2元以內的價格購入 則值利率還有11%以上 另外以00919以即配0.7元估算 若想浪每張的席值固定在11%以上 就可以趁價位來到25.4元以下 多買來降低成本 在25.7元以內的價格購入 則值利率還有10%以上 且00919的股性相對比較活潑 可以創造很多建律加碼 增加股數降低成本的機會 那如果現在買入00915以及00919 分別要幾年才能回本呢 我們都知道創業需要資金 也都會計算回收成本的時間 那如果是換成計算投資的成本回收時間呢 今天我們以配息的角度來看 以目前00915股價27.4元 每季配息0.72元計算 每年配息2.88元 若現在買入則需要9.5年就可以把投資的金額成本回收 後續就是零成本的投資了 那另外00919呢 以目前00919股價25.75元 每季配息0.7元計算 每年配息2.8元 若現在買入則只需要9.2年就可以把投資的金額成本回收 我們可以由此表發現 若以領息角度來看的話 00919成本回收的速度 會比00915來得快一些 另外三本認為00915以及00919的優點如上 第一點因為00915的成份股佔總體上限為8% 可以避免重壓單一產業或個股 比較能夠抵禦產業波動的風險 第二點00915採多因子篩選成份股 考量因素兼具流動性財務指標波動度以及股息等 成份股品質較有保障 00919的優點 第一點因為00919的高配息9-10% 且能見度到今年第四季都沒什麼問題 00919從去年IPO募集時 就希望打造讓投資人可以領高息會填息以及越存越有力 越存越有力也就是仿造台積電現有的配息模式 維持固定配息金額一段時間後 再呈現階梯式的調高 00919配息從0.66元調高到0.7元 相信未來也能穩定配息 00919第二點目前股價25.75元左右 對於配發的股力來說 是相對便宜的 以上是三本認為兩支ETF的優點 投資朋友也可以在影片下方分享你投資ETF是哪一支 挑選原因是什麼 那如果今天我們想定期定額每月購入一張00915 並將配發的股息再投入 達到負利效果 多久可以達到1萬 2萬 3萬的現金流呢 如上表所示以00915股價27.4元 配發股力0.72元為例 一年購買12張00915 年領息為34,560元 可用股息再購買1.2張00915 這樣一直維持每月購入一張 每季將股息持續買入00915 在第四年可達到1萬元被動收入 第六年可達到2萬元被動收入 第八年可達到3萬元被動收入 這個就是負利的效果 在00919比較 同樣的購買方式 以00919股價25.7元 配發股力0.7元為例 在第四年可達到1萬元被動收入 第六年可達到2萬元被動收入 第八年可達到3萬元被動收入 整體的每月被動收入增加表如上所示 兩檔ETF00915 00919所需的投資成本不同 像是比較多投資朋友想要達到的每月加薪1萬元 3萬元 5萬元 三本都有整理出來 如果想要了解其他ETF 像是00929的每月加薪表 三本在會員頻道新詳本以上 都有整理表格可供參考 接著我們來看兩檔ETF股價區間 也就是判定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 目前00915股價27.4元 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分別為21.5元 26.8元以及31.5元 目前00919股價25.75元 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 分別為22.8元 27.9元 以及33.5元 便宜 合理 昂貴價 是由三本所建立的精算公式 考量現金鼓勵以及股票鼓勵計算得出 如果你想了解定存股 ETF 或者金融股的便宜 合理 昂貴價 同樣在三本會員頻道新詳本以上 作為投資表可以參考 也會有比較多的描述 以上是這兩檔ETF的分析 如果你有什麼見解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覺得以上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不妨幫我們按個讚 加入訂閱 也分享給你身邊的好友 也許可以產生更多的話題 也可按下影片下方超級感謝 小兒贊助支持我們 我們會持續提供更好的影片 給螢幕前的你 最後三本來的頻道發布任何資料或意見 純粹資料整理 該部構成購買 出售 銷售任何投資 參與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影片有任何見解 歡迎在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點開小鈴鐺 我們將於每週三晚上8點 準時發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們下次見 掰掰